提到比特幣跨连者的概念,大家可能並不熟悉。 但是說起WBTC,大家肯定不陌生,WBTC就是一種,將比特幣跨连至以太坊的方式。 那為什麼放著好好的BTC不容,非要去以太坊上用WBTC呢? 最主要的原因是,比特幣網絡不支持智能合約。BTC在比特幣網絡中,只能用於轉帳之乎,缺少以太坊等網絡中各種各樣的應用。 同時,相比於以太坊網絡中的各種Hartcoin,BTC被認為是數字黃金,擁有更加廣泛的共識。 用戶更願意使用BTC,參與各種各樣的應用。 針對這樣的需求,必告於2019年推出了WBTC,全稱RedBTC。 WBTC 的解決方案時,在比特幣網絡上鎖定用戶的BTC, 並在以太坊網絡上發行等量的WBTC,用以證明用戶在比特幣網絡上的資產。 同時,用戶也可以隨時將WBTC交還,以屬回比特幣網絡上的BTC。 具體而言,在WBTC發行和屬回的過程中,會涉及到用戶、成對商和托管方。 用戶就是WBTC 的使用者。 托管方負責載用戶使用WBTC時,保管在比特幣網絡中的BTC,目前必告示唯一托管方。 而成對商作為用戶和托管方之間的橋樑,負責向用戶銷售和回收WBTC, 成為WBTC 成對商,需要經過必告批准。 比較知名的成對商包括Coinist、IM token等。 這個系統看起來很簡單,但卻十分巧妙。 首先,用戶的BTC 經由成對商傳至托管方後, 才會通過以太方上的智能合約,為用戶發行WBTC。 這樣既避免了雙花問題,又能保證BTC 的欺缺性,進而確立WBTC 的價值。 其次,成對商負責對客戶的KYC,以及WBTC 發行的同時,對客戶收取手續費, 並且可以通過WBTC,獲得更多的客戶員。 而必告作為托管商,既剩下了KYC和審核資質的工作, 又獲得了托管商的渠道可為一舉多得。 但最知名的問題也出現在這裏,必告作為WBTC 的發行商, 也視為唯一的BTC 托管商。 同時也握有成對商申請的決定權,帶來了無法忽視的中心化風險, 針對WBTC 面臨的中心化風險。 Mailing Protocol 發行了MBTC,並提出了去中心化的比特幣跨連解決方案, 希望通過去中心化的跨連通道服務商解決WBTC 遇到的中心化問題。 具體而言,MBTC 與WBTC 類似,本質都是發行在其他網絡上,用於證明用戶。 在比特幣網絡上,持有BTC 的憑證。 達MBTC 系統在WBTC 的基礎上,將成對商與托管方合意為一。 再提供MBTC 的發行、屬回的同時,負責保管用戶在比特幣網絡上側壓的BTC。 這些服務商在MBTC 系統中被謂關連通道服務商。此外,關連通道服務商在參與門檻上也有別於WBTC 的承對商,成為MBTC 的關連通道服務商無需許可。 因此避免了單一准入許可的中心化風險。當用戶需要申購新的MBTC 時, 可以向任意的跨連通道服務商發起申請,並鎮壓自己在比特幣網絡上的BTC。 跨連通道服務商收到用戶的BTC 後,發行等量的MBTC,並發送至用戶指定的以太方地址。 同樣的,屬回時用戶只需進行反向操作。 這樣的設計,既節約了WBTC 系統中,成對商與托管方的溝通成本,又解決了單一托管方,導致的一系列中心化的問題。 那也有人會問,這樣不過是把信任風險。從單一的托管方,分散至多個跨連通道服務商。 本質上用戶還是要承擔資金托管方的違約風險。 MBTC 再設計時,也考慮到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類似借貸協議的超額保證金機制。 具體而言,跨連通道服務商,需要先通過MBTC 的智能合約,在以太方網絡上, 質額一部分的保證金,目前支持ETH,S以及USDC。 根據保證金的金額,服務商會獲得保證金,價值三分之二的MBTC 發行額度,並且隨著MBTC 額度的使用保證金,以及BTC 價格的變化。 服務商需要保持保證金價值,在以發行MBTC 價值的105%以上。 否則,服務商在以太方上的抵押資產,將遭到清算,被用於微補MBTC 用戶的損失, 為了獲得保證金以及BTC 的實時價格。MBTC 系統中引入了預言機。 為此,Murling Protocol 還加入了Training Bill計劃,為了激勵更多跨連通道服務商,加入MBTC 系統。 當用戶屬回MBTC 時,服務商可以獲得1.5% 的手續費。 通過引入經濟激勵的方式,MBTC 系統環環相購,實現了去中心化的比特幣跨連。 同時,MBTC 重新定義了,比特幣跨連業務的生產關係。MBTC 不是一個單純的跨連工具。 而是一套去中心化的系統。無需任何人維護,每個參與其中的角色。 也能自發地維持MBTC 系統的運轉。值得一提的是,隨著以太坊Layer 2 的發展。Layer 2 上對比特幣跨連的需求。 也日益增長,MBTC 也計劃。在未來逐步推出基於比特幣網絡。向Layer 2 的跨連功能。 事實上,2019年WBTC 發布後,正好趕上了E5等一系列應用的熱潮。WBTC 的流通量不斷就高。 目前佔以太坊上跨連比特幣的94%。雖然在WBTC 後也出現了HBTC、MBTC 這樣的競爭者。 但這些解決方案本質上,依然沒有擺脫中心化托管的運作方式。 有無能陷動WBTC 的統治地位?MBTC 的去中心化解決方案,究竟能不能殺出寵圍?讓我們拭目以待。